可是我現在覺得它可以吃很深耶 喔我的媽呀 真的有爽 然後試試到彎前才重煞 爽快 喔它這個煞車好猛喔 再試一次彎道前重煞 幹!一年來延後煞車 喔這個煞車爽 真的 跟之前的不一樣喔我磨到了 喔 改變啊 這560就是不一樣啦 這個車有給力 因為它的 中轉速 中轉速以後還蠻猛的 看我擦剛剛側滑了 然後笑死了 不過齁 我說真的我剛剛雖然這樣子側滑了 可是車子卻是非常穩定的讓我救回來 我現在已經漸漸的適應它的 能耐了 它的穩定 真的是沒話講耶 像我這樣子故意甩它 這個車速這麼快這樣子 可以這樣子蛇行耶 夭壽喔 直線尾快要拉到160了 夠了夠了 真的 很爽了 那是 那是 我可能要多訓練一下 騎大洋的 不過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發現它有抖動的問題 或者是說煞車不足的問題 然後避震器也蠻給力的 然後甚至於剛剛我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剛剛那裡我還策劃 但是它卻是可以非常非常穩定的把它救回來 T-MAS真的蠻無敵的 說真的 一直在卡拉卡拉卡拉的 我現在一直在磨到的部分 我猜啦 這是我個人覺得啦 它應該是中柱啦 廠商好像怎麼都沒有人 靠北啦 哈哈哈哈 我包場了 尬靈啊 爽啊 我怎麼覺得我好像我包場了 哈哈哈哈 它那個靈巧性 真的是沒有話講的啦 沒話講而已 然後扭力比之前的T-MAS還好很多 所以它的那個扭力的延伸性會一直出來 然後很少介紹羽毛豪的車說不用改煞車的 這台就是不用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在賽道反而覺得它不夠 欸 夠用的 所以 個人啦 個人覺得 煞車它是OK的啦 好 那我們現在來 測試一下這台560在賽道上的表現 那 軟胎圈 我們就 先來適應一下它的靈活度 先來說一下就是 這個車的 寬度 我覺得蠻寬的 就是可能是跟舊款的差不多啦 我覺得是差不了多少啦 然後 我們來試試試看 它現在賽道已經截 截過來這邊直接截過來了 因為 它不做全賽道 然後 我再先來說說它的那個 動力輸出齁 我個人是覺得它現在的動力輸出是比較 扭力會出現的比較早 那 中尾速 個人是覺得差不多多少啦 差不多啦 這裡感覺會很容易外拋 因為它現在賽道是做 所謂的不是 全賽道的部分齁 只是做輕微的部分而已 那 一樣就是來試試看 那 大直線底 看看它的能耐 看看它的能耐 好 扯到大概140齁 其實現在輪胎其實也是蠻熱的啦 不會說不夠熱啦 那 那 其實因為 我說實在話的 這種 大洋 我很少 基本上也沒有 在賽道上騎過 或者是說 很激烈的操駕齁 所以 我 還是要先抓一下它那個 過彎的那個特性 那這台車現在目前給我的感覺是還蠻穩定的 過彎真的還蠻穩的齁 啊 啊 煞車 好 這個煞車的能力 感覺還不錯齁 所以 哈哈 啊我會有一點 帶煞車進彎 啊它現在 領導車已經過了齁 我們就可以自己騎我們自己的了 那就 試試看吧 哈哈 但是說真的齁 跑賽道 真的蠻爽的 蠻舒服 蠻舒服的齁 那就是 開心的玩樂嘛 但是我還是不習慣 這種 欸不過說真的耶 它騎一起來 我慢慢的習慣之後我覺得 它也不會輸給 所謂的 擋車耶 接車啦 接車啦 不要說 不要說仿賽啦 喔這個擎腳可以吃好深喔 我的媽呀 好穩定喔 而且可以很放心的開大油門 然後我現在是用Sport 然後這裡種煞 喔這個種煞 感覺真的很有Feel 真的很爽 很可以 我已經開始對它 越來越有信心了 在這裡 在這裡 要稍微小心一點 因為它突然間曬到 變成這樣子的 啊其實我也不知道它 它的傾腳能吃多少 哈哈哈哈 但是我現在 覺得它可以吃很深耶 喔我的媽呀 喔 真的有爽 呼呼 這個車的能耐真的 一級棒的啦 然後試試 到完全才正煞 爽快 喔它這個煞車好猛喔 欸 以前我都說齁 YAMAHA的車說真的啦 煞車都不夠用 可是這台煞車我覺得 真的 油猛 雖然 雖然 不是全賽道啦 但是我覺得 應該 也可以很爽了 哈哈哈哈 呼 再試一次 彎道前中煞 幹 一娘 沿後煞車 喔這個煞車爽 真的 跟 之前的不一樣喔 我磨到了 好吧 那我大概知道它的傾角 大概是 到哪裡了 不過 這個車 穩定度真的很棒 說真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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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改名啊 這560就是不一樣啊 好了 直線底 150 爽快 哦 真的很爽 不過,我還是不太敢 這種彎這樣子一直殺進去 說真的 因為它的傾角還不是很熟悉 所以還不是很趕 啊!不知道直播的人有沒有看到 哈哈哈哈 因為我有說 在11號或12號完的 我們的直播組 會在那邊拍給各位看 不過,說真的啦 你叫我說 你看,又磨到了 叫我多拚 我其實也不太敢啦 因為畢竟 這個輪胎 也不是 說多棒的胎啊 再玩一點煞車 啊!漂亮 漂亮 這個煞車可以 可以讓我趕這樣子玩 真的 然後一直在磨到 重度 哈哈哈哈 啊!反而磨到左邊的 欸!馬上磨到右邊的 不會磨到左邊的 這就怪了齁 動作做大一點 試試看 嗚! 喔!反正 這個 這下賽道就是這樣子嘛 真的 這個車有給力 因為它的 中轉速 中轉速以後還蠻猛的啊 你看看 我剛剛側滑了 呵呵呵呵 然後笑死了 不過齁 我說真的 我剛剛雖然這樣子側滑了 可是車子雖然是 非常穩定的讓我救回來 這真的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所以我要記取這次的教訓 我也沒有 沒有騎過大洋卡普 哈哈哈哈 第一次練習 練習看看怎麼卡普 哈哈哈哈 笑死了 不過說真的這個彎齁 如果衝太快的話 過來還蠻危險的 真的 真的會出去 其實 最危險的是這裡啦 因為這裡 它本來是要直走的 可是它現在給它改成要右轉 這就造成會很容易外拋出去 然後 再來說說這台車好了 我現在已經漸漸的適應它的 能耐了齁 就是 它的穩定齁 真的是沒話講耶 像我這樣子故意甩它 這個車 車速這麼快這樣子 可以這樣子蛇行耶 夭壽喔 直線尾快要拉到160了 夠了夠了 真的 很爽啊 呃 希望 我下次來力寶的時候 它可以 跑那個全賽道的 而且是騎仿賽的 啊上次 來力寶 騎街車 騎一個小街車 然後去大福灣也是騎街車 然後今天 騎大洋 然後 最主要的是 今天也不是騎全賽道 今天只是騎半賽道而已 所以 覺得蠻可惜的 有機會一定要來跑個全賽道 這裡我一直抓不到藥鈴耶 夭壽喔 蛇蛇蛇 啊 蛇蛇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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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都快要側滑入彎的要修喔 不過真的會恐懼啦 說真的啦 這個車說真的 你看我現在放雙手 單手 這樣子騎乘也不用擔心 它就是蠻穩定的啦 然後再強調一次它的煞車 它的煞車能力真的蠻強的喔 說真的 讓我蠻放心的 那個我也不知道是誰喔 好猛喔 小羞喔 因為 G-MAS 以這台車來講 我覺得它真的是 不知道怎麼形容它啊 人家說 它這台羊真的很猛 是真的 不過分的齁 真的是超級猛的喔 右邊比較容易磨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 左邊也磨到了 好吧 再磨 再磨 看法 再磨 我是希望說啦 我下次能夠有機會去賽道 就是把我的小萊姆用下去賽道跑 希望啦 希望你們的機會 希望你們的機會 不過說真的啦 撇開它的 我們 撇開它的價錢來講啦 它再來車 說真的還猛猛的 啊 如果順順起的 像這樣子 故意慢慢順順起的話 我是覺得也蠻順暢的啦 然後 不拖你帶水 真的 在公彎的 程度上 它真的是完全不拖你帶水的 所以 這個部分 我個人是覺得 給它蠻高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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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所謂的 平價 所以它這次的 變成紅牌之後 它的 它的動力上 是往前提升 個人覺得 是往前提升 所以 然後 場上已經不會紅起了 所以 我們決定 我決定 慢下來了 然後 我們現在要開始 來做一個總結 齁 就是這台車 我騎到現在來 就是 我們先來說煞車 齁 絕對很 很夠力的 很猛的 齁 煞車絕對夠了 齁 然後 它的 避震器 前後的避震器 我覺得是蠻給力的 公彎的時候 齁 不太會軟腳 還蠻 穩定性很高的 那 我會煞車 煞到 剛剛說的 煞到測滑的話 是因為 我覺得可能 換個更好一點的輪胎 就不錯了 齁 所以 這台車 真的 以 五十五萬來講 它真的是 蠻猛的 蠻 CP值蠻高的 一台車的 蠻不錯的 齁 所以 如果你有 一入組的車主的話 齁 可以考慮一下 最主要是要試乘啦 我是覺得要試乘看看啦 它跟原本的 呃 T媽當然是 不太一樣的 就是 呃 怎麼說 就是跟原本的 嗯 我覺得 剛性上啦 或者是什麼上面都 好很多了 所以 這台車 哈哈 很好玩 而且今天又很開心的 來到了 呃 賽道 試乘 然後 也見識了它的 兩邊狂磨的 那種感覺 還 還是一樣很猛 齁 所以 各位 我是建議去試乘啦 去試乘啦 等一下 我要先踢 踢側柱 哈哈哈哈 然後 我踢不下去 哈哈哈哈 笑死了 我每次踢側柱都踢不下去 好 好 什麼 可以 我先踢不下去 我先踢不下去 你 好 我先踢不下去